Leo聊四季,天津有顆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碑2的黃金山丘地圖 這場比賽地圖是由牧開始的形式 所以開局都會先拉個一村 先去蓋個碼頭 然後兩村去蓋這個城鎮中心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雨點的話 通常還是會三隻村民去敲這個城鎮中心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Rani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的伐木跟蛙精蛙死 每點一次都可以再增加額外44%的效果 而且他的步兵可以高達白血 這個白血陣勇也是亞美尼亞人 他的弓兵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母子團的關係 所以弓兵路線會稍微設的慢一點 但是他的複合弓箭手對於打高遠防單位 是相當好用的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身旅路線 也可以做出一個輔助的作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道塔這邊選擇的文明是瑪麗人 瑪麗人的特色是挖精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攜帶量跟採集速度 還有採的時間都會再更好一點 瑪麗人騎兵路線有這個嫖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漏馬跟重裝落寵 高達14點的傷害者 非常的痛 瑪麗人除了漏馬跟騎兵路線之外 弓兵路線比較有趣的是 他有強弩也有母子團 但沒有三級射 所以通常後期都會打火槍 並作為主力後排 在城堡的時候 可以稍微打下重裝馬弓 電用時代再轉馬跟火槍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瑪麗人的打法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海戰吧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先打封建 除非要砌海 那如果砌海的話 那就有可能 不會去打封建時代了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觀察 是兩邊的村民上的時間 大概是幾批生封建時代 那這張地圖呢 這個魚的點位其實蠻多的 所以會比較推薦 玩家來玩這張地圖的時候 一定要去多開這個魔法 去撈魚 這樣機機會更好一點 那前期的部分 一樣是先五個人伐木 然後趕快把這個 漁船出到四到五艘 經濟會非常非常好 但是現在目前兩邊都在拼封建時代 採木的人其實沒這麼多 已經點下了道特的封建時代 拉了四隻村民 難道是要插塔嗎 道特這邊有點想法哦 亞美尼亞人也拉了村民過來 拉了一隻殘血的回去 四隻村民往前走 道特村民看到你來挖金礦 把你拉兩隻村民過來看一下情況 你也在這裡 哎呀我們雙方 都想上島挖金礦 道特這邊是選擇了雙碼頭出火斷船的路線 這時候才點下直步技術 差一點點打不太贏 好村民一個包打 殘血的村民去後面蓋建塔 關鍵這邊是率先補下的建塔 好這一波交戰是由道特死掉了一村 不然你還有一村殘血能夠追得到嗎 再一村就能扁死 搞定 這是一個不錯的一換一啊 好海戰部分來看一下 現在道特火戰船已經開始在燒了 好可以燒掉一艘魚船 這一波很賺 亞美尼亞人 絕對今天要出戰船路線 因為他的戰船呢 奴炮戰船會多射一發額外的箭矢 而且只要點一下銀罐技術之後呢 他的火 這個爆破法 就可以有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人 也算是現在的版本的海中 海上霸主 好回來看一下路戰 現在道特也補了一個建塔 但是Ranny已經快要拆掉了 目前看起來 道特這邊的火戰船的優勢已經快要沒了 因爲Ranny如果這邊黃金挖得起來 火戰船 是很難打得贏 戰船數量堆得起來 所以道特一定要趕快盡肯的人 來騷擾這邊的村民 去挖金礦 道特用一隻村民擊殺了Ranny的一隻村民 兩邊都是一個試換試 但是道特的魚船也被抓到 現在火戰船繼續過來防守 兩邊還在打 有公兵手出來了 這不能打了吧 再打就要出事了 好 公兵出來之後 現在道特可能會再補一根建塔 但是現在沒有石頭 那現在到底是要先穩住金礦 還是要穩住石頭數量 這個就是 要去思考的一個地方 那道特現在 可能還是要把這個石頭再挖起來 再插一次建塔 然後用公兵去防守 這根建塔 只要讓Ranny斷金 這個海戰的部分 優勢就可以搶得回來了 因為只要他的戰船續不起來 火戰船一隻一隻硬換的話 還是可以打出自己的海戰優勢的 好131了 要不要來插一根建塔呢 好 戰船這邊燒一下 這個直接被收掉 好有點動作囉 來插建塔 好 OK Ranny現在是繼續出戰船 但是一擊射現在點不下去啊 好 Ranny反應很快 馬上就看到你過來插建塔 好 收村 稍微射一下 但這個射是很難射得死的 自己並沒有 帶更多的村民到前線 好 好 現在這個建塔應該是還能蓋得起來 後面只有一隻弓箭手守著就行 好 OK 兩隻弓箭手在這邊守株待兔 好 等你撤退 好 我這兩隻弓箭手 就有機會抓到你的村民 好 看到羅車 弓箭手在這邊 抓到了嗎 Ranny 看到了 被射 往斜的走 劍塔這邊是高地 拉了戰船過來防守一下 去趕走 但就是戰船只有30機血 但是應該是射不離 因為戰船的遠防是6點 弓兵根本射不穿 怎麼打都是1點 好 這邊拉了戰船過來 全軍撤退 這根劍塔 就是由DOT拿下了優勢 原來亞美尼亞人這邊的石頭分布 有點尷尬 石頭分布都在DOT那邊 要跟他對插塔其實不太划算 好 Ranny已經放棄了中間的黃金礦 現在往左邊這邊 稍微看一下 那海戰的部分呢 是由Ranny拿下的 所以這邊可以再補一些漁船 透一下經濟會更好 那現在弓箭手雖然數量有 但是Ranny已經把門口給鎖住了 所以現在要流進來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海戰沒有優勢 戰船隨時可以來中間這個地方去做防守 那你說為什麼DOT不直接衝進來呢 通常頂尖高手都會圍這裡 只要一進來 然後又被城市中心給夾殺 哇那個就是工兵得不償失了 所以頂尖高手們都不太會嘗試用肉碼 或是用工兵直接走到人家城市中心的後面 原本被反殺機率實在是太高了 一旦被反殺就會很難再打回來 好 道德這邊是決定要用火戰船繼續反擊 繼續反擊 OK 火戰船出來炸個一波 炸了一些殘血 現在戰船的數量 還有寶石在6隻 但是關鍵的一擊射還沒有點下 這裡火戰船先燒你的魚船 燒掉兩艘 小鑽一點 但是這裡沒有碰好直接燒碼頭 這邊想要走進來結果直接被圍 道德想要嘗試結果好像出事 我想說你的戰船怎麼補空 當然是這個原因 好那對手確實有圍 但是最後還是把攻擊手給拿下了 好道德現在這一波衝進去五果 三隻火戰船雖然有燒掉魚船 但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 亞美尼亞人優勢還算不錯 欸欸欸不對喔不對喔 看起來沒有不錯 看起來是道德現在是不錯的 因為這個海戰目前亞美尼亞人是打輸的 而且道德已經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右邊三艘戰劍 暫時無法抵抗 這邊道德的火戰船喔 好道德點下了一擊伐木 跟城堡時代升級 以及挖精也點下了 現在升級甚至蠻快的喔 那現在瑪麗人帶回城堡時代 可以考慮打騎士 或是直接打奴兵 都很是喔 或是頭車前壓 或是三旅路線喔 都是非常萬人的喔 這就是瑪麗人為什麼是T1文明喔 他要打什麼都可以喔 那如果要打步兵的話 也可以考慮打飛刀女獵手 這個機動性非常好的步兵單位喔 所以瑪麗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甚至三旅喔 他的科技也算是全滿的喔 只有一個啟示思想喔 這個減少CD時間不是那麼的重要 基本上其他科技是全滿的喔 非常好玩 好瑪麗人這邊抽了一個修道院 那現在 道德轉馬功 OK 瑪麗人確實城堡時代很適合走馬功喔 反正電魷時代再轉回騎兵路線 喔也行 好問題來了 那要怎麼流進去呢 如果對手是新手的話 那肯定是流進去的 但是現在是遇到 高手級人物喔 Rynning 現在要打進去其實不太容易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工程器喔 會比較好一點喔 好現在Rynning已經有二級射了火戰船 現在有點扛不太住 這些戰艦的傷害 好直接射穿 好Rynning這邊點下了一個生旅 欸取消了 我蓋一個戰咒技師 要先去撿生物 好道德也按了一個生旅 但是沒有到做一個大前壓制動作 反正是很謹慎 在這個高地 看到戰艦來 我遭翔 結果被戰艦直接給射回去 尷尬了 這一波Rynning要來 硬蓋寶囉 好道德現在沒有力可以抵抗這根城堡的建立 那道德這邊可能要做挖一點石頭了 這裡挖到房間的村民 要不要來挖一下石頭呢 還是直接用買的方式 好道德點下了一級射 目前看起來海戰部分 道德已經有點想放棄了 但是後面有補了一個碼頭 所以也不是說完全放棄的 火戰船按的比較慢一點而已 道德這邊有重新開挖 後面直接開了3TC開弄 哇石頭有在開採 好結果後面蓋碼頭 村民直接被戰艦給抓掉 海上霸主亞美尼亞人 有點麻煩 好 好亞美尼亞人2級伐木也點下了 現在經濟又要起飛了 但是瑪麗人經濟現在是領先 大約2700左右的支援 瑪麗人現在過得非常舒服 3TC已經慢慢融起來了 神旅這邊射成優勢可以招搶到嗎 可以 這個回頭了 結果回頭沒有招搶到 反而是道德的神旅倒地了 這一波拉回再往回射 居然有了奇效 好 自爆船 哇 這個炸得不錯 好再放出來燒一下 這裡戰船突然數量大減 瑪麗本來是海上有贏 現在海上要贏回來有點困難了 看起來是有點想放棄海戰喔 好 趕快把這個戰船放到城堡下面防守 這裡轉出了一些複合弓箭手 出來果然是要來控黃金 直接射倒了一匹馬弓 好 道德現在是處於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現在走馬弓 雖然射程跟傷害會贏 但是數量要先追疊起來 還要點這個品種跟跟蹤跡數 要點東西其實有點多 阿密尼亞人的複合弓箭手 一出來就可以直接上戰場 基本上穿甲單位 不太需要擔心敵人的防禦力 甚至連戰毛病都打得贏喔 好 這邊牙制沒有成功 三艘戰船火了下來 阿密尼亞人這邊是最好要趕快再把自己的海軍給補起來 現在RUNNY的經濟嚴重失衡阿 太多人在挖黃金了 家裡挖黃金的村民去伐木或是種田可能都會更好一點 現在經濟非常失調 好 道德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RUNNY這邊打算要買賣一波也升帝王時代 好 一個佛石車 看了一台 做防守 兩邊三帝王應該不會大打出手 這算偏濃的路線 好 待會應該就可以看到兩邊巨頭開丟 道德這邊是雪莉 繼續打戰船 龍化戰船慢慢轉出來了 好 那待會馬力這邊要一上去就要點化雪 人待會火炮戰船 在這裡的主宰力是非常強大的 甚至連對方的巨型投石機都能反擊回去 所以化學是100%一定要點 其他東西可以不點 但化學一定要點 OK 道德點下了化學 那亞美尼亞人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也沒有火炮戰船 但是有投石車彈劍 所以亞美尼亞人待會化學先點下之後 也要來點這個德羅蒙戰船 趕快用這個投車彈劍反擊回去才行 好 這邊是率先點下的西里西亞進隊 待會爆破船的範圍傷害也會更高一些 左邊的戰船現在是六艘 稍微燒一下 這邊的岸邊建築物 拉了更多的船過來 到時一上去化學1號馬上補下火炮戰船 好 這個火炮戰船 要攻城也可以 要反之巨頭也可以 相當的舒服 好 蘭妮這邊重新補下了艦隊 火炮戰船升級上去 但是現在黃金的部分雖然有 但是現在有點極限 剛剛買了太多的肉了 這邊升級上去之後 然後蘭妮第一根巨頭能出來 好 這裡升級了 重新火戰船 到時要把戰船也再升級上去一點 要確保自己的海戰會贏 火炮戰船才會有輸出空間喔 好 蘭妮點下了三級射 這一波三級射點下之後 紅捲手傷害 來到最高 欸還差一個化學齁 4加3 7點傷害 重點是 左邊的戰船來了 看一下海戰部分喔 這一場的海戰值得一看 亞美尼亞的海戰能不能發揮作用 就要全靠他的爆破法了 這個爆破船要不要安血啊 都點下贏慣了 投石車戰船也沒按 這邊是想要先續完自己的奴炮戰船 再去轉其他東西的思路喔 先穩住奴炮戰船的數量 好 就先投石機稍微反擊這個巨頭 打到了嗎 沒打到 火炮戰船反擊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巨頭 一要拿下 看一下這一波 喔 打空了 OK 就行投石機現在全部爆開 亞美尼亞人有點劣勢 道特這邊趕緊轉出了肉碼升級 難道是要點金罐了嗎 好 蘭妮這邊重型零化戰船也升級上去了 現在兩邊海戰果然是打得比較兇 但是道特沒有入戰的優勢 好 趕快補了肉碼 好 海戰部分現在下方 這些火戰船送掉 火炮戰船會多射一發傷害其實很高 好 奧特點下來品種 肉碼開始在噴了 這裡想要來蓋寶菊死戰嗎 但是現在火炮戰船數量不太夠 想要直接用火炮直接打上高地 這一波看一下 火炮跟肉碼 請朝而出 馬弓高打低 但是直接被複合弓的手一發就是一隻 好 複合弓看到這邊肉碼過來 會再繼續補了這些數量 現在海戰部分也在打 蘭妮率先把自己的戰船 拉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下方 結果同時車 戰艦還沒有出來 完蛋了 這一波海戰可能會被吃光啊 海戰部分直接硬打 但是火炮戰船的目標是他方城堡 這個巨頭加火炮直接強行拆除你的圍箭 不然你在高地的城堡 優斯已經喪失殆盡 現在海戰部分雖然很強 但是只要失去了高地 海戰強不強 好像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現在亞馬尼亞人沒黃金的話 就不能產出投石車戰艦 反擊城堡了 突然意識到化學沒有點 趕快點才有投石車戰艦 好 現在倒是需要繼續補一些路上的軍力 才能繼續好推進 但其實他就算不推進 也算是贏了一半 因為這張地圖的黃金 除了中間以外 地方是很少的 所以道德現在只要守好中間 不要讓敵人衝過來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但是道德的基本功不比較好 可以看到這邊村民術 是122村對上Ryne的87村 基礎支援的量 就已經贏了對手一萬支援 所以這位為什麼會說 基本功這麼重要的原因就是 人家即使不靠套路 用農的就可以把你農死了 道德現在是有點舒服 現在只是要繼續勾著就穩了 好 這裡火戰船想要直接摧毀亞美尼亞人海戰之夢 只要海戰打贏 亞美尼亞人應該就會投了 但是要打贏很困難喔 對方的戰艦是三恐高的 而且如果爆破法的話 三會更恐怖 但是現在亞美尼亞人居然沒有去點爆破船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的勝利 道德這一波打得不錯 直接三台巨頭三台火炮 加上海上的一個火炮戰船 直接搶取亞美尼亞人城堡 即使陸地上有20幾隻的複合弓箭手 也是扛不住這一波猛鍋 加上城堡的連環差 把所有的資源點控住 就直接打出了GG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道德拿下全部的資源勝利 基本功大於一切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要多帶給大家 我們時間到晚安 要多帶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好嗎 我們下次見